腕表 刘星利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刘星利 我们今天看看Normos 2021的新品 说起Normos这个品牌 它跟我有点缘分 可以说它是我的初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第一块高级腕表 买的就是Normos 给你看看我的初恋长什么样 那您当时那块表现在还在呢吗 不在了 那有照片吗 没留 初恋就是初恋 但是还好 这个初恋的话 它现在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就是Normos的一款 这个叫Tangent系列 当时我的初恋就是Tangent 不过它跟我初恋最大的不同 就是尺寸变大 身材变大 Tangent系列的第50个版本了 大家看这有一个红十二 就大家都给它昵称红十二 它是为了纪念吴国界医生 古之50周年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造型 多少年没变 淘宝表壳 简约的设计 大家看这个表尔跟表壳的连接 它很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顶级的品牌 轮廓跟着很像 很细的表尔 这个表尔它是焊接到表壳上 但是Normos的表壳 这个表壳和表尔是一体式的结实 也显示出一种设计上的实力 这款皮表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Normos表带 因为它用的是马皮 是德国手工制造的马皮 再看这两款表 这块表你可以从外形可以判断出来 它还是Tangent系列 就是我初恋 但是它的直径变大了 而且它是从原来的手动变成了自动 你从这可以看到它的自动图 虽然是自动的 但是在Normos内部 还有一个里程碑的时间 2014年开始 它的自制机芯用上了自己的百轮油丝组件 百轮油丝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它这个油丝 蓝油丝 所谓蓝油丝就是蓝色合金油丝 但是它确实具备一定程度的防磁能力 这个虽然乍一看还是Normos的极简的外观 但是有几处细节你需要注意了 首先你看它的表壳 比Tangent系列显薄对吧 因为它使用了一个弧形的蓝宝石镜片 所以达到这种超薄的效果 你顺着这个侧面继续看 它的表耳的造型 它更加具有那种都市化的一种造型风格 这个表带是可以快拆的 这个表的日历也是快调日历 而且它是环绕着刻度展开的 日历指示是通过背部的一个粒粒片 来包裹一个具体的数字来展现的 而且也是可以快调 它可以快进快退 调起来很方便 这个功能在这个价位区间 应该是Normos独有的 这块表也值得一提 你看它的配色 壮色表盘是不是有点那种 大学里的精英俱乐部的那种感觉 这个型号叫Club Campus 虽然叫Club Campus 但是不一定非给大学生才能买 给年轻人设计的 另外你也看到了 上面是阿拉伯数字 下面是罗马数字 这就是所谓的加州盘 所谓加州盘没有官方定义 就是一个昵称 指的是由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组成的表盘设计 关于加州盘的起源 有三种推测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加州盘受欢迎 主要是因为它的设计比较独特 而且版本比较稀少 所以很受欢迎 这个表带是海军蓝的 还是挺有逼格的 机芯就是Alpha手动机芯 刚才看了这些表 你是不是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Normus只会玩设计 其实呢 地道的德国表厂 它除了设计以外 它的基本功也非常扎实 比如说高级的机芯做工 给你看看这款 这款呢是应该是纪念 格拉苏蒂制表页 175周年的致敬的操作 正面呢 这个近乎是包豪子风格的设计的表盘 但是它的机芯做工 提升了手表的后面 我们从这个机芯面可以看到呢 它这个装设计划拨纹 4分之3加版 额镜式微调 蓝钢罗钉都有 再一个呢 重要的细节 甲板倒角式手工抛框 做工而言啊 Normus直接感染它的老乡朗格了 功能方面 这款看似简单的手表 它有一个长动力达到80多小时啊 这是因为它的机芯里 有一个并列的发条盒 Normus 2021的新款 就先说到这里 你们想听我跟这个表的初恋的故事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